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民进党南投县党部被战年底五合一选举,连清明连假也不休息,今天六日特别在民间想召开党员座谈会,寻求连任的主委陈昭玉除了为自己拉票,也呼吁党员以平常心看待主委该选,不要影响五合一选举的战力,进而同心协力翻转国民党在南投一党独大的态势。 民进党南投县党部公告16日至20日受理主委参选登记作业后,选情也更加白热化,由于挑战主委宝座的现议员陈汉立,甚至向陈昭玉喊话,希望他不要破坏党部主委不连任的有良传统,如此便可避免内泡,生和气。 陈昭玉则解释说,本届主委任期将在6月30日届满,71月24日午合一选举日,不到120天。 且自从草藤镇长红国号或征召代表民进党参选县长后,他就竭尽心力浮选。 更何况,镇前换将士兵家大忌,也特别透过座谈会让党员了解他的想法及理念,尤其中央现已重新执政。 但南投县长立委都还是蓝军,更值得党员们起心努力打拼。 民进党主委该选两年一次,由党员直选。 目前线内党员有2600多人,从已故县长林宗南担任第一届县党部主委,去第15届主委取阿甘为止。 30年来5人连任,如今随着第16届主委陈昭玉将打破不连任的惯例。 陈汉立即党部执委苏玉成二,人也都表态残选几乎可确定下届主委该选,势必是不再统额的竞争局面,激烈可奇。